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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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我們來講安樂死 因為很多人不想餵蛇吃生的老鼠 除了覺得很殘忍之外 也有機會會創傷我們的外蛇 所以我們就要安樂死這些老鼠 然後將它們放入雪櫃進行冷凍的處理 要餵食的時候 我們才從雪櫃拿出來解凍去餵我們的蛇 到這裏 很多人會來問我 其實你們是怎樣安樂死他們 是否直接將他們鑑身放入雪櫃 裡面凍死 還是一直一直打暈他們 既然我們都用了一個詞 叫做安樂死 換言之整個過程都必須要是安樂的 將痛楚減少到最低 才算是理想的安樂死 市面上我所知道的方法是有幾個的 最普通的就是直接把老鼠放入雪櫃裡面 被它們鑑生地凍死 這個過程需要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間 老鼠在雪櫃裡面就會死 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完全不涉及任何成本 是一個最便宜的做法 不過它的懷處就是有點殘忍 你想像一下它們在令下幾度的環境裡面 慢慢地凍死 這樣算是安樂死嗎 而且它們在慢慢冷死的過程裡面 它們會不斷地掙扎然後流汗 所以凍死之後的牠們呢 牠們的毛髮是會很潮濕的 當牠們成功被冷凍之後 你可以看得出牠們的毛髮不是散散的 這樣的這個毛髮呢 我們就叫牠是很完美的毛髮 你看牠是散散的毛髮 但是如果你鑑生把它放入雪櫃冷死的話 牠的毛髮是好像中了水一樣濕濕的 第二個不涉及成本的做法呢 就是直接扯斷牠們的頸部 這個方法呢 雖然可以讓路樹在幾十秒時間裡面斷氣了 但是那個缺點呢 就是你要一隻一隻這樣慢慢扯 如果真的只有一兩隻 其實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看一下這裡差不多有幾十隻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的話 就真的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這個方法呢 我個人認為呢 都不算是安樂死了 都一點都不安樂的 OK 那最後這個方法呢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在用的 即是我即將要示範給你們看的一種 真正意義上實現安樂死的方法 就是用CO2了 OK 那CO2呢 就是俗稱的營養化碳 它的原理呢 就是被那個老鼠吸入牠們的時候 窒息而死的 這個窒息的過程呢 他們是不會感受到任何的痛楚的 因為吸入高含量的這個營養化碳 會導致那個大腦缺讓 缺讓之後呢 他們就沒有任何意識了 那麼這個方法呢 是供應最印度最冒痛楚的一個安樂死的方法 而且用這個方法呢 安樂死之後的老鼠呢 牠們的毛呢 都是乾乾淨淨的 是不會濕濕的 打包上來都比較好看 OK 那我現在呢 就示範一下給你們看 我們怎樣 用CO2來安樂死這些老鼠吧 Let's go OK 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把老鼠放進這個箱裡 那麼這個箱呢 是我自己DIY的 我自己就 在那個蓋子那裡 轉到這個洞子 所以就是方便呢 我將這個筆 之後之後 插在那個洞裡面 那接下來呢 你就需要一罐CO2了 這種東西呢 可以在一些魚鋪啊 賣魚店那裡可以買到的 OK 你們可以看到 現在那些老鼠呢 還是很生猛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跟他們說mai-bye了 那我們釋放這個CO2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確保我們身處的環境呢 是通風的 因為其實這個CO2呢 對我們人類呢 都有影響 所以我建議你們在一個通風的情況之下呢 操作 OK 現在就是把一條 電鋪接進去這個洞裡面 接上了 現在 OK 我們現在呢 就要 適放CO2 不需要太久 幾秒鐘的時間就夠了 來吧 1 2 3 搞定 OK 看到沒有 它們還未完全死掉,但現在它們已經窒息了 它們還會有一點呼吸 還有一點呼吸 但是它們的路已經缺讓 所以應該不到一分鐘內它們就會死 現在它們應該全部都已經斷氣了 讓你們看一下,完全沒有呼吸 現在我們會把它打包進這些袋裡 然後放進冰箱裡冷藏 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